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 超多款式 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首先狂大喜分 经过迪士尼的努力 然后国产电影的五一的整体疲软 让复仇者联盟4有了全球同步的可能 但是最后我们却没能全球同步 而是 比北美和很多国家都要早两天上映 4月24日 全球最早 官方漫威影业 微博操作也是够糟气 在3月29日零点官宣 可能大家不知道 微博过了半夜12点以后 就禁止推送任何消息了 以免打扰到用户休息 即使这样低调 复联4依然炸锅 如果我没猜错 这个海报应该算是大陆版本 定档海报对吧 这张海报 让我不得不展开各种联想 首先C位区域 最明显的是 六位初代超级英雄 其中美国队长在最中间 一副光荣就义的形象 殷殷殷 班纳博士右边 多了女武神 之前的美国版海报 没有女武神呢 在复联3时 女武神没有出现 之后主创访谈中 有提到女武神 在灭霸抵达飞船时 带着部分阿斯加的人逃离了 海报下端 是灭霸降止后消失的角色 但我们也能看到 有格莫拉 他不是灭霸降止消失的角色 而是贡献给灵魂宝石 此处有他 是否说明他 能通过拯救而复活呢 而这些阴影决策中 依然看不到 洛基 阴阴阴 而且也没有小辣椒 还有黄蜂女一家 这些阴影决策 都站在一片尘土上 尘土有着灭霸降止后灰化肥 发挥会挥发的效果 尘土下面 是一片星空 是否暗示着他们 困另一个未知宇宙里 最后 灭霸的背景 是一片五彩斑斓 像极了蚁人 进入的量子领域 这是否也暗示着 超级英雄真的 要进入量子领域 从而达到时间旅行 回到过去 拯救未来 当然 如果能这么操作 灭霸也有可能在过去出现 因为这个 五彩斑斓里 还有奇异博士的 棱镜效果 这个也可以理解 为何时间宝石有关 时间宝石 此时在灭霸手里 也可以理解为 他们进入了 奇异博士多玛姆的 黑暗次元空间 现在反正复联寺各种猜想 铺天盖地 我这点小脑洞 瞎猜应该你们看了 也无所谓了吧哈哈 复仇者联盟寺 终局之战 4月24日 我们不见不散